熱衷把自家 IP 搬上手機平台的 Square Enix 這次輪到人氣 RPG Bravely 系列推出手機遊戲 《Bravely Default – Brilliant Lights》 遊戲畫面延續了家機版本的美術風格 故事以全新主角前來演繹原創劇本 不過系列作品的角色也會在遊戲中登場 他們可以被玩家過來替起戰鬥 雖然少了轉職系統 但取而代之的是角色會分成防禦、近距離、遠距離 以及支援四種類型 依然可以對角色進行各種培養 除了提升等級和強化裝備之外 還能夠解放不同效果的支援能力 本作的戰鬥系統依然是傳統的回合制指令玩法 玩家要活用四種類型角色的能力來規劃戰術 系列以來的核心系統 Brave 和 Default 也都還在 角色可以透過 Default 指令累積 PP 後 再藉由 Brave 指定消耗 限制是透支 PP 來達成一回合多次行動 主畫面中的街道有著各式各樣的設施可以使用 像是身為煉金術士的女主角 可以藉由煉金製作出素材和道具 也可以和其他還沒有被僱用的角色增進感情 當有好度提升後就有機會能夠僱用他們 遊戲目前正在日本封閉測試中 相信喜愛 Bravely 系列的玩家們 已經迫不及待想要趕快玩到了吧 當個東家 遊歷四方 召集各式門客 與美人相伴左右 經營屬於你的商業版圖 古風逗趣的歡樂大鳳家 讓你賺錢賺到手抽金